首先伊斯麦莎比利新一三在东京会见新加坡总理李显龙 但他身穿的名牌衬衫却成为网民议论的焦点 伊斯麦莎比利早前在面子书分享他和李显龙会面的影片 但是有网民点出 伊斯麦莎比利这身黑蓝白衬衫是英国名牌Burberry 价位高达四位数 根据大马Burberry官网 伊斯麦莎比利身穿的同款衬衫要5500令吉 网站还描述 这件衬衫的布料是意大利编织棉 同时还使用了意大利制的珍珠母钮扣 行动党安顺国会议员尼克敏嘲讽说 他以为首相是去参加时装秀 原来是去会见新加坡总理 这并不是伊斯麦莎比利第一次因为穿着而成为网民话题 前年疫情现行令期间 伊斯麦莎比利每天透过电视直播汇报防疫SOP 但因为他每天都穿不同的巴迪衫 颜色又非常艳丽而成为网络话题 由于伊斯麦莎比利